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任鸟飞 大家好 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学会了用CE来扫描各种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找到了整数类型的人物血量 找到了浮点类型的人物坐标 并且可以达到观看这个人物血量 以及瞬移的这样的效果 那这些课呢 我们就来用代码实现一下这些功能 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些功能都通过CE去实现 要通过我们自己的代码实现 对吧 所以说这些课我们来学习内存读写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上节课的代码 也就是说上节课我们的这个注入游戏 然后可以显示游戏中显示窗口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稍等一下啊 这个游戏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现在稍等一下还在加载啊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这是我们上节课写的代码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代码中增加啊 内存读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首先啊 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在我们的这个游戏窗口里面啊 上节课我们画了一个Dialog 然后在Dialog上面呢我们这次画两个按钮 两个button 在工具箱这个位置啊 你点一下之后呢 它会弹出所有的空间 那我们现在用到的其实不多啊 大家现在我们课程用到什么 大家先掌握什么就可以 这里面我们先拽两个这个button出来 也是所谓的这个按钮 拽下来之后呢 我们通过双击的方式是可以直接 跳到它的代码里面的啊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属性啊 在这里面呢 你点开之后啊 它在这个里面有这个button的一个属性 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管 这里面有一个它的一个什么标题啊 这个空间名对吧 空间名我们可以给它改成叫做第一个按钮 我们用来实现一个读内存的功能吧 比如说读内存啊 来验证我们读这个 内存地址的一个代码 这个呢 第二个按钮我们点开之后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 我们来个写内存 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就可以了 添加完这两个空间之后呢 我们鼠标来双击它双击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生成一个代码出来 这个代码上面会帮我们也会生成一些代码啊 这里面会生成一个这样的代码 那这句什么含义呢 它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啊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按钮一被单击的时候 我们执行什么样的代码啊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代码这个界面啊 就是我们这个窗口界面里 当我们去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这个里面的代码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习什么叫做指程序啊 什么叫做啊 调用等等 那我们这里面因为要用到 所以说呢 先来使用后面呢 再去详细的讲解 其中没有学习过的一些知识 在这里面我们只要知道双击以后跳到这个位置 我们把想加的代码加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并且知道这个代码什么时候被执行了 是当我们窗口里面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这个地方的代码啊 大概的含义是 当按钮一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执行它 同样这里面有一个按钮二对吧 我们可以继续双击一下 它又帮我们生成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啊 这是按钮二被单击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可以 把读内存写内存分别添加到这里面来 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是拿什么游戏当例子呢 因为我们之前啊 虽然这个整个的这套课程主题的一个项目 应该是用这个 叫做 幻想谁运来讲解啊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它的里面 任何一个偏移表达室 或者也没有去找搜索过太多的 它的一个内存地址 那这个这几个测试呢 我们暂时先拿口袋西游这个游戏来测试 而且之前我们有它的一定的 内存地址跟偏移表达室 对吧 首先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它的 读内存的一个方式 其实读内存呢 啊 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内存地址 它叫做啊 之前我们找过的 比如说D11A6C啊 我们想读这个内存地址中的内容 怎么去读呢 首先第一件事啊 它是一个16进制的 既然是16进制呢 大家在书写它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在它前面加上一个0X啊 如果你不加0X 刚才就会看到它 它的这个下面会显示 啊 这个红杠啊 对吧 因为你本身 如果它不是16进制的 这一串 值 它是不成立的 对吧 怎么会在数字中穿插这个ABCD呢 所以说在我们书写16进制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加0X 而且在我们CEOD中 所找到的任何的地址 它都是16进制的 所以说在你以后的 这个编写的过程中 其实基本上也都会加上0X了 那加上0X之后呢 我们要读它这个内存地址中的值 其实读内存地址中的值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用一句命令 就一个符号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8上面的这个啊 你按住save的 按8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这就代表你要读 这个内存地址中的值了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详细的 来学习指针哈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来学习 这节课呢 只是我们要明白一个内存基本的读写 因为我们现在在 扫描内存地址 追这个内存地址的偏格啊 是如果说我们不能来 用代码来验证的话 那是 对我们学习也是没有太下帮助的 所以说我们先来简单的学习内存的读写 而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还会对指针这些东西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内存地址 我们想读内存地址的时候呢 在它前面加一个信号 就可以去读内存地址了 那我们把它读出来的值呢 复值给我们的一个局部变量啊 给我们的一个变量啊 比如说 A 我们把读出来的这个值给A 那当然在这里面啊 它依然会显示一个 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下滑线 告诉我们这句命令啊 或者说是 这个值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把鼠标来放上去看一看 它是怎么写的 那这里面写的呢 它说 信号的操作数必须是指针 比如说信号呢 它是操作什么呢 它要读指针中的值啊 它的意思是 读这个D11A6C里的值 读出来的值给谁啊 给A A是一个 Deword形的这样的一个 啊 变量 那我们 啊 当然你可以去写int等等 那在以后的这个 这个 学习中呢 我们尽量把整数形都写上Deword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呃 我们在这个 内 操作内存的时候啊 呃 然后后面我们再去讲 操作内存 跟这个指针的时候呢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这样定义了 那你现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跟int是一样的啊 其实 本质上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就是int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 用 这个 新的这个操作啊 去读这个内存地址中的 指导给A 但是它还是会显示一个 这个信号的操作数 必须是指针 也就是说 它说这个东西啊 不是一个内存地址 什么是指针呢 我们讲过了 就是内内存地址 他说它不是内存地址 他不承认 虽然我们知道 它是内存地址 因为我们是从 逆向的角度分析出来的 但是这个程序呢 他认为 它并不是一个内存地址 对吧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用到前面的知识 啊 我们给它强制转换成内存地址 那怎么给它强制转换成内存地址呢 就加一个括号 啊 加一个括号 加括号之后啊 我们需要强制转换 那内存地址的 呃 类型怎么写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会写 写成一个什么 啊 指针 或者是内存地址类型 我们这家写的话更直白 对吧 啊 但是我们它不是 我们不是这样定义的 对吧 内存地址的类型呢 其实也很容易写 如果说你是一个整数型的内存地址呢 你就写一个deward 当然我们说deward 是代表是一个整数型 不是一个内存地址 对吧 我们说如果它是个整数型的内存地址呢 deward的后面加个星 这就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 这后面的这个地址是一个什么 整数型的内存地址 啊 非常简单 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我们用星号来读这个内存地址中的值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内存地址 它是内存地址 但是这个啊 这个编辑它是不知道的 那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内存地址就好了 内存地址呢 我们怎么转换呢 如果是 deward型的内存地址 就是说这个内存地址中存的数据是一个 整数型 deward 那我们就写deward的形 如果它中存的是一个什么 浮点数 那我们就应该写什么 float的形 对吧 就是说非常简单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读取到 内存地址 d11a6c中的 内存数据了 里面的值了 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去读 那同样呢 写内存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啊 写内存的方式一样的 那比如说 我们想往这个内存地址中 d11a6c中写内存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内存地址拿过来 写内存也一样 你也是要什么 取内存地址中的值 同样是什么 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指针 我们告诉他 这个地址啊 是一个Dior类型的指针 然后呢 也就是内存地址啊 我们要它里面的值怎么样 等于100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往里面写了 就是它是负值方 还是它是什么 被负值方 如果这个内存地址中的值 是被负值的 就相当于什么 内存写入了 写入内存了 这个呢 就相当于什么 它里的值给我们 就相当于我们在什么 读取它 是不是非常简单 读内存跟写内存的操作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操作 那我们这节课呢 要达到一点简单的效果哈 所以简单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首先我们 要知道之前课程里 比如说19课里面 我们找到过的一个 内存的偏译表达式 它是一个什么 D11A6 A6C加28加288 对吧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偏译表达式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会读了这个D11A6C里面的值 但是我们怎么去读这个偏译表达式呢 啊 怎么去读这个偏译表达式 其实偏译表达式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按照它的这个 公式的这个顺序去写下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里面我们说先读到了 啊 D11A6C中的值 把它复制给了A 对吧 那么说 此时呢 你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后面打两个斜杠啊 打两个斜杠啊 就代表后面的代码是被注释掉的 啊 任意的情况下 你打两个斜杠后面的代码 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一条代码 你打两个斜杠啊 这句代码就不会被执行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变成绿色的 对吧 就是不会被执行了啊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的话 代码的后面可以加两个斜杠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想写什么东西 写什么东西 在这里面啊 我们在注释上写一下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这个东西 A代表了什么含义 A代表的是D11A6C中的值 那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加上一个括号 对吧 所以说呢 A此时应该是等于D11A6C啊 加上括号 括号不能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继续按照它的这个偏移表 是继续去往下写 那怎么写呢 我们这样A啊 再等于什么呢 我们这样A等于啊 A加上 因为我们说这里面 A现在已经等于它了 对吗 那需要A加几啊 A加0x28 0加Ax28 然后呢 我们还要有一层括号 对吧 有一层括号 那读这层括号里面的值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读的是这个D11A6C里的值 那第二次呢 我们要读的是什么 这个 这个 那D11A6C里的值我们知道了 现在是给A了 那再加28 对吧 读它整个里面的值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对吧 怎么去读这个整体里的值呢 而且我们想读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值呢 啊 我们想读的其实还是Dior的类型的一个值 对吧 Dior的类型的一个值 那我们要继续的去这样图 然后呢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是不是跟上一部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啊 继续的再往下写了一下 那此时我们得到的这个A的偏移表达式 它实际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 D11A6C加上28 那括号一定要区分好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读到里面的值了 所以这个A应该已经等于 套一层括号了 对吧 套一层括号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雪地址啊 我们要读它里面的值 其实你想得到的是 它再套一层括号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地址 我们继续再把这个A呢 再进行复制 A等于是吧 A等于 继续的复制就可以了 同样我们说得到的A啊 是这个东西 我们继续再往里读要什么 再加288 加上0x288 那这288里面 我们也同样要读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我们想读的是里面是存的是什么 雪地址 它是一个雪地址 想读的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雪量 那雪量是什么类型的呢 是这个整数类型的 所以说还是读的是一个底卧的 对吗 底卧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继续的这样去写啊 这样的话 我们最终得到的这个A的值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雪地址 我可以把扁桃式直接复制过来啊 但是复制过来 只是我们的A不是等于它 它是一个地址 我们A等于它里的值 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啊 如果说你最终读到的这个A 想读的是EA 这个A加上288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浮点形 那你这个地方就不能写deward了 就写什么 float 对吧 因为你这里面想读的是什么 浮点数的类型 所以说你要把它强转成 浮点数类型的指针 并且读出来的内容 这个A也不能是deward了 这个地方你就要写什么 float b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正确的读出浮点类型的数据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说 我们读到的都是一些什么 整数类型的 所以在这里面写A就好了 A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这我打错了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读出来的是这样 而在这个中间层 大家可能说 那中间层 有没有是其他类型的呢 在我们的偏移表达式的读取的过程中 大家记住任何的中间的步骤 这个都肯定是deward的类型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存放的 比如说D00D11A6C里面存放的值 这个值再加上28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指针 是一个内存地址 所以它里面读出来这些东西 都必然是整数类型的 不可能是浮点类型的 也不可能是其他类型的 所以在你读偏移表达式的过程中 除了最后一步 你想读出来的这个数据 是什么类型 就用什么类型去读 而这个偏移表达式 整个过程中所读的数据类型 必然都是deward的类型的 没有其他的可能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内存是怎么去读取的 也就是说通过这几句命令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人物的血量了 人物的血量了 那写内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写内存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句 这几句代码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首先我们读到了D11A6C里面的值 再读到D11A6C加28里的值 然后呢 我们再去读什么东西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读血量了 对吧 我们是要往血量里面写值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样写 也就是说血地址里面 我们写入100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血值写成100 对不对 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也要读到这 读到这之后呢 它加288是血地址 血地址里的值等于多少 我们不想读 而是想把100写进去 这就是相当于血内存 而这个相当于什么 毒内存 那毒内存的话 你的这个值呢 会直接拿到任何的环境下面去用 比如说你在判断人物的血量 是否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 小于多少的时候 我们进行这个补血的操作 大于多少的时候呢 我们 怎么怎么样 我们在这里面先把这两个代码生成一下 清理 然后呢 重新生成啊 稍等一下 重新生成解决方案 我们把它靠在这啊 然后这个窗窗口我先不管它了 待会儿我去给它还原一下 嗯 我们看一下啊 先把这个编译完的这个代码呢 先注入到游戏里面来看一眼 嗯 尽量挡一下 防止这游戏有点大啊 视频有点大 不是游戏有点大 稍微点卡 其实读内存跟写内存真的非常简单哈 有的同学说这个预言啊 非常简单啊 实际上在很多方面 C++就比预言是不是还要简单啊 读内存就是一个信号嘛 想读什么类型就什么类型星 对吧 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对指针进行一个很系统的学习啊 因为放在后面 我们再去慢慢的讲啊 好 那我们现在只要进游戏就可以了啊 进游戏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不用去做其他操作 我们把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dl啊 给他注入一下 刚才生成的dl应该在我们的这个 debug这个里面了 在哪了 这儿了 这儿了 然后呢 我们用代码注入器把它注入进来吧 代码注入器 我们的代码注入器在哪儿呢 去找一下啊 工具 后期我们自己啊 用代码注入器就不用代码注入器了 那现在的话 我们刚写到这几句代码还是需要的 对吧 好 我们读内存啊 现在读内存应该是没有产生这个效果 我们只是读了 对吧 你看我们现在读了 读了之后呢 我们没有把这个值给任何人 那我们也忘了加一个条子输出之类的代码啊 当然 当然大家也不加也无所谓啊 有直到这样写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通过写就可以验证我们的这个这些代码对不对了 对吧 如果我们点写入这个内存的时候啊 人物的血量变成100了 那说明什么 写入成功了 写内存 我们血量变成什么 100 变成100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这个代码是正确的 那这些客人给大家两个作业啊 第一个作业呢 就是能把读写内存的这个代码写出来 写出来 如果是这个 嗯 我想一想啊 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业 嗯 一个是这个吧 一个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方式 你能够去读写任意 这个口袋吸油中的任意的一个属性值都可以 比如说血量蓝量啊 或者是坐标之类的 当然坐标大家要注意什么 在这个地方是float啊 这也是float啊 注意一下这个能进行一个读写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作业 那第二个作业呢 是幻想神域啊 幻想神域 打开这个幻想神域在这了 这个啊 在幻想神域里面呢 它里面是有一个坐标顺移的啊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句写内存 然后往坐标值里面去写 之前我们用ce找到过这个可以顺移的内存地址 那你呢 找到这个内存地址 对它进行一个写入的操作 让它实现顺移 这是第二个作业 当然我们说第二个作业里面啊 我们因为没有找还没有开始找幻想神域的这个偏移表达式 所以说你写不了这种偏移表达式 只能写一个固定的地址 比如说往哪个地址里面写入什么 只让它飞到哪个位置 固定的一句代码 当你重新启动游戏的时候 这个代码就失效了 对不对啊 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偏移表达式的原因 当然你可以先这么写 只是为了让你锻炼一下写内存的操作 后面呢 我们再来追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坐标的偏移表达式 那好呢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